Hello 大家好 現在是6月20日 早上11點53分 剛剛拍完影片 所以大家看到我的樣子這麼整齊 現在正在剪輯 其實我昨天真的很累 因為上星期實在太瘋狂了 你有看上星期的Vlog都知道 我基本上工作到星期六和星期日 昨天是星期一 就在家裡探討一些東西 但思緒都很混亂 因為很累 其實我今天星期Vlog是否不在拍 因為真的很累 星期四和星期五會出去 不知道有沒有時間剪輯 但我又想下星期去大阪和管家 下星期一我們出發 星期五我們回來 所以下星期六其實是沒有Vlog 但我每次去完旅行回來都會有連環五天的旅行 所以在七月初的時候會有一個星期連環五天的影片 就是關於大阪和大阪的一些行程 所以我又想下星期已經沒有Vlog 如果這個星期沒得看 會不會不開心呢 所以我就開機了 剛剛已經輸完影片 我先按按鈕 現在回來跟大家繼續說話 說到下星期去大阪 今天會做什麼呢 今天會... 一會兒Mr.Honey做完健身就會回來 我們應該會去星期吃一點東西 然後我們晚一點要出去跟一間公司開會 然後就沒有東西搞的了 我出發之前要做一些東西 但我有一點空檔時間 因為下星期去Osaka 我說第三次 我打算換了裡面這個 之前我不是說 Makeup Obsession這個palette 可以自己組裝的 去旅行的時候可以換走裡面的粒粒 拿回你用的粒粒下去 我就打算先做這件事 因為我怕我忘記 之前有很多女生P.M問我Obsession到了... 到四間店了 如果你們之前在等這個palette的話 自己可以去看、去玩、去組裝 我現在就打算這樣 因為我有兩個嘛 之前給大家看過 這個其實是眼影、highlight、contour 這個就是胭脂的 我想帶這個尺寸去旅行 我沒理由帶12個去旅行 這麼大顆 而且我不會用光顏色的 所以現在在看 我要先拔緊一點 拔都很簡單 在底部拖這顆東西出來 就拔到出來 它沒有黏住的 那我... 轉東西吧 我家裡有 好無奈啊 好無奈啊 胭脂啊 先看 Fancy OK 不要不鮮吃 我想我還是不要太誇張 我想在鏡頭前組裝 不知道為什麼 和我一起組裝 組裝一顆胭脂 那顆胭脂我都拔出來 因為我個人是要... 我是有點窮迫症的 我一定要順次除去的那些東西 對呀,我好怪的 好了,那我就在這裡拔回光顏色 拔下去 拔下去都很簡單 這樣 按住旁邊拍一聲就是 接著我要光顏色 要光顏色 要光顏色 我發覺這個palette 即是買花、讚花香 是好的 因為我平日去旅行 我會收拾十多萬樣東西出發 接著收拾完一頓膜之後 其實袋子都蠻重的 但我打算現在演繹給大家看 我會收拾什麼 接著一個palette就完成了 我要順次在的,我是很麻煩的 我打算弄給大家看看 大家又怎樣 這個月 做事開心嗎 辛苦嗎 累不累 基本上我現在累得好像癡呆 昨天看到我 我昨天特意沒有放 因為實在太累了 我開機說話會一塊塊 拔完了 那有什麼呢 我化妝去到哪裡都好 要有光顏 因為就算我不光顏 今天用了這個光顏 對,今天用了這個光顏 我就算不光顏 這裡都好 我眉骨的位置是要光顏 所以怎樣都要有一顆 然後這個是陰影 然後這個胭脂 淺淺的色 然後這個金色的眼影 被我扭到這樣已經很喜歡 我基本上是每天都塗的 因為最近不想做那麼多東西 我只塗一個金色的眼影 然後畫眼線 然後這個就是眉粉 我眉粉選了這個顏色 叫Medium Brown 今天塗了的 我覺得我滿意 因為它不是太深色 所以配合我頭髮的顏色 然後這顆我用來畫在 我沒有畫下眼線 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我沒有畫下眼線 反而我用這個顏色在下面的位置畫一行 變成加深的眼睛 就是這樣 這裡已經有光顏、陰影、肩脂、眼影、眉粉 而且是這樣的 所以非常好 我就帶它過去了 雖然我和Mr.Honey 我昨晚都在做一些研究 上網看看 人們推薦買什麼 大家去過大阪又會買什麼 也推薦買什麼 Skin Cat、化妝品、護膚品、頭髮產品 吃得的東西 或者有趣的東西 大家也會推薦買什麼 還有有沒有什麼地方 大家推薦一定要去的 歡迎告訴我 因為這個影片播出的時候 我還未離開 我也是星期一才離開 我還看到大家的留言 就是這樣 今次我們去大阪 就打算去逛街吃東西買東西 當然這個一定的 然後去黑米波波樂園 黑米波波 因為Mr.Honey不能玩機動遊戲 但我很想玩 管家可以玩 所以我們兩個八婆一起去 我們兩個八婆出發去旅行 就是這樣 我還未跟管家去旅行 我跟他出過旅行 不同的跟我之前的 就是這樣 我想隔多一兩個月 我會跟Mr.Honey看看去哪個地方旅行 但我未想到 大家有沒有什麼推薦 我們兩個可以去哪 因為如果我們兩個去 我又打算去比較放鬆的旅行 我有想過買二代夫 因為在我們的 bucket list 但我又不知道 10月那個天氣馬爾代夫會怎樣 我想趁他六層前去 所以我只是想去 而且沒去過看照片好像很漂亮 如果你們去過 有歡迎告訴我 究竟10月 有沒有試過10月去馬爾代夫 會不會站起來 9月10月的天氣就是這樣 我上網看可以說 10月是他們的Dry Season 9月都還在下雨 但有些forum說 其實沒關係的 看你有沒有幸運 因為他們的天氣變化好像很大 如果你是幸運 就算你下雨季去都會晴雨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幸運 所以就是這樣 其實我看下星期的旅程 因為終於可以休息一下 我基本上有... 即我經常都不知道自己忙什麼 大家有沒有跟我類似的呢? 經常很多工作都不知道自己做過什麼 好像經常都一時無盛 但又覺得不知為什麼這麼忙 但又覺得不知為什麼這麼忙 我現在就等著影片上載 等著Mr.Honey叫我去Starbucks 然後我們下午就準備去開會 看看一會兒有沒有東西拍 有東西拍就拍給大家看 HELLO 大家好 現在是21號下午1點3 昨天跟大家說說在夜之後沒什麼拍 其實沒什麼特別 開完會之後我們就肚餓去吃飯 然後就回家了 所以沒什麼特別 而且下雨出街有點難VLOG 因為又要打不遮 如果還要是拿著相機 然後還有人是不會看你 那些傘其實是武器 大家在打劫 所以我怕掉了相機 通常不會下雨VLOG 今天又很大雨了 下了兩個多星期了 其實下到我很悶 大家會不會又是一樣的 下到人都有點傘 即是覺得又下雨 還要今天下得很大 今天話說大家看到我沒有化妝 在家裡是沒什麼特別的 我去找一些東西 剛才看了一堆購物 然後看看有什麼生產品要訂 然後拍照 剛才弄一下這支產品的時候 Skin的吸引臉霜 我突然想起我好像沒有在YouTube說 它正在做折 7月12日正在做8折 原本$295 現在折了多少錢呢 先看看 怕說錯 折了$236 又是要找那個東西的時候 不是一拿起就有了 折了$236 這支我想很多人都用過 吸油面霜 有油的地方幫你吸油 沒有油的地方幫你補濕 我們推薦它是日頭用的 因為晚上多補濕 日頭可以用這些吸油的產品 就當你的日霜去使用 這個質地都非常清爽 所以不會黏住你的 這個天氣是OK的 然後我還有什麼要做呢 我先看看這個項目 又要玩新的東西 又要試面膜 就是這樣 我的生活就是這樣 然後我等待我同事拿一隻新產品過來給我 拿完我研究一下 然後再看看是否在鏡頭前面 我都不知道它有多少點我拿給我 待會等到才跟大家分享 我都未試玩過 我聽就聽了一個表演 但我未試玩過 如果OK的話都可以在鏡頭前面玩一下 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還有什麼 我昨晚搜尋了很多大阪必買的產品 我亦都開了一個標誌 放下它們在一個標誌 我打算去到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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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 我剛才跟管家說電話 我們兩個都買東西吃和藥妝品 我打算買保健產品給自己 給爸爸媽媽 我當然是買化妝品護膚品 我還有什麼買 吃我就不太吃 吃的零食我不太吃 所以我們剛才還說 我們要互看 可能要丟一些東西到對方的攬 我覺得這個會很爽 而且我們會住得很近心齋橋 所以剛才管家說每晚都可以走一轉 我當然可以 我打算拿最大的行李箱去 所以很開心 如果真的買很多東西回來 大家未來幾個月都會看日本必買 日本必買 日本再必買 日本不要買 所以大家都應該可以 大家都會去日本 日本也是一個香港人比較經常去的國家 大家去到都會買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題目非常好 我就不介意做幾個月都是日本的 但當然我會侵其他東西下去 不然有些不去日本會悶死了 上網的資料其實都很足夠和很多 但如果大家有東西再推薦我們買的話 隨便跟我們在留言分享 就是這樣 我現在說完這麼多東西之後有點餓 我的早餐是早上8點多9點吃的 所以現在4個小時後都消化了 我現在先去包包 看看下午有什麼特別再拍給大家看 但今天我會結束了 因為明天我會去做頭髮 然後星期五就跟爸爸去抽血 然後吃飯 然後下午我就去做指甲 Vlog要星期六上 所以兩天都應該沒什麼時間 所以今天我就會結束Vlog 又是那句 下星期六是沒有Vlog的 因為我是剛剛從Osaka回來 但接著七月初的星期 會連環五天都有OsakaVlog 就是這樣 我很興奮放假 但其實都不是完全放假 精神上放假 但拍攝、記住位置等 都不算放假 不過預工作於娛樂 OK的 我待會兒看看有什麼特別 再回來跟大家聊 Hello Again 我也不知道多少點 但剛剛同事拿了這個給我 就是Colorless Hair Color Remover 即是好像你的Make-up Remover Nail Polish Remover 但它是Remove Hair Color的 我想是你用了一些Hair Dye 然後你不喜歡那個顏色 可以洗走它 或者是你下一次染頭髮之前 其實都可以洗走你頭上的色線 然後你用那個顏色才會顯得更顯色 而且是更加持久的 其實概念就是像你化妝了 或者你油了指甲 你下一次在化妝之前都會洗走你的化妝品 或者洗走你的指甲油 你不會塗完黃色、粉紅色、白色 其實是會不顯色 那個道理是一樣的 我現在就流了一劈頭髮出來 我就很想試一下究竟會是怎樣 而且我很想試一下 看看我的Hair Color其實是什麼 因為大家如果之前有追蹤我的話 其實知道我之前是漂過三次的頭髮 其實我都不太肯定是剪了 後來是染了啡色上去的 我現在想用這批頭髮做一個strand task 看看究竟會是怎樣 不要緊 我明天去Hair Salon那裡染頭髮和剪頭髮 所以OK的 而且我聽介紹的時候都蠻有趣的 其實裡面有三樣東西 有寫著Colorless A、Colorless B、C 它就說如果你想取消所有顏色 首先混合了A和B 然後放在頭上45分鐘 然後用C去洗顏色 其實那個技術是怎樣 就是把你的顏色縮小 比你的頭髮小 縮了顏色 然後你就看到你頭髮的顏色 然後你用C的時候 一洗就把那顆Pigment沖走 就是這樣 但它也有跟我說過 Just in case你不喜歡 所以你可以做一側來試一下 看看大家頭髮底是什麼色 如果你沒有漂過的話應該也不會撐太遠 但如果你有漂過好像我這樣 可能出來的顏色會很恐怖 所以我今天就會測試A和B加起來 在這塊頭髮上45分鐘 我不會用C 因為C是會永久地洗走顏色的 我就這樣沖水 然後就會看到我本身頭髮的顏色 如果我不喜歡的話 其實它會變成這個顏色 我不用C是會變成這個顏色 所以我覺得都蠻好玩 跟大家一起玩一下 我找了一個盒子 因為其實兩瓶都大瓶 所以它說如果你做過Strand Test 最好找一個小盒子 用一點 這些可以下次再用 我看看怎樣開這個東西 因為都包得很密實 先看看 撕掉它 先把它撕掉 如果你正常這樣用 正常這樣用的話 就把A倒到B 然後搓均勻 搓均勻就可以搓在頭髮上 當然頭髮是要乾淨和乾的 濕頭髮是不行的 用多少好呢 我想我不用很多 一條頭髮而已 驗髮產品都不會很香 我倒了一點點在碗上 然後再倒這個 差不多份量 這樣的 A是透明的 B是奶白色的 我就不能搓均勻它 但它通哦 不過用手套的 我就倒了 好像是混合面膜 混合一會兒 搓完應該是兩樣都均勻,但我沒有辦法,我要混合 現在來了 我都很緊張 如果我沒有漂過頭髮,我沒有那麼緊張 但因為我漂過,所以比較緊張,不知道是什麼顏色 亦可以告訴我,其實我是剪了頭髮 說真的,味道不是很臭 應該濕透了,那堆頭髮 都可以的,又不算香 可以這樣說 又不算香 然後我就要去坐45分鐘 哎呀,扭到其他頭髮那裡 不要緊,扭它,扭它 待會是洗手的皮就行了 我現在就去坐45分鐘,我先計時 然後就看看怎樣,再回來給大家看 等完45分鐘,剛剛吹乾了一點 我只是洗水而已,我沒有洗其他東西 看到我的頭髮,淺了一點 對,跟我平時那些,你看 平時那堆,這個就淺了一點 其實我應該是漂的那些都剪光了 現在就淺了一點 那些就淺了一點 那些就淺了一點 那假如你再染另外一種顏色的時候 應該上色一點 還有出到你想要的顏色 因為下面沒有了多餘的顏色 那你一用新的貼上去的時候 就應該是你的顏色這樣 都蠻有趣的 還有現在摸下的質感和另外的質感不同 頭髮可以滑一點點 Anyway,簡單的測試 可能我先找一次整個頭髮弄 然後再驗一下其他顏色 看看是不是真的出色一點 就是這樣 突然又不下雨了 我心情又變得孝好 對,突然不下雨了,突然出太陽 所以心情突然興奮了一點點 基本上我今天要做的事都做完了 我剛才那九個字我做什麼呢 有那個平頭髮在那裡 我就搞Instagram、社交媒體 看看別人的YouTube 那些,沒什麼特別 因為之前工作了差不多兩個星期 所以這幾天趁去Osaka之前 就循環一點點 所以前一兩天要做的事就盡趕 就是這樣 好,那大家又怎樣 大家又有沒有計劃去旅行 7月,去哪裏呢 如果有,歡迎留言留言 不好意思,可能這個Vlog會短一點 但不要緊 我去Osaka回來之後就會正常 好,我終於Vlog了 因為已經沒什麼特別了 我們下個星期的兩條影片 星期二、四都一定是有的 就是這樣 下個星期見 Officially我要說下個星期見 所以我個人走了 好,see you,bye bye